車門關上前,一個年輕人急急步地走進車廂 一屁股就坐在阿遠左邊的空位 阿遠立刻就叫起來,很臭 然後就起床坐在對面的排位置 然後就起床坐在對面的排位置其中一個空位 其實他自己都覺得奇怪,竟然這麼直接地說人家臭 如果對方是惡人,他就麻煩 但那個人真的很貴死臭 阿遠很小心地看著他 那個年輕人好像完全沒有意義到他自己說的說話 全神貫注地看著自己手上的iPad 用一支筆在上面又畫又點,不知道在做什麼 他穿著一般,面布褲T恤,有一件黑色的外套 有點鬆夸夸的樣子 他全身給人的感覺就是鬆夸夸夸的樣子 好像他的眼袋一樣 然後阿遠又再押,take two 然後阿遠又再想一下那股臭到底是怎樣 他就是覺得好像一間打了仰之後的酒吧 餐廳,關了空調 一室的燕臭慢慢凝聚,沉澱 然後到第二天早上去開店的時候 就好像一間打了仰之後的酒吧 餐廳,關了空調 整間酒吧、餐廳裡面 就凝聚著那些take three 就好像一間打仰之後的酒吧、餐廳 關了空調 一室的燕臭,凝聚和沉澱起來 等到第二天開報之前 那些氣味 過了一個站 教生仔的手機就響起來 他神經質地在褲袋裡拿出他的手機 然後就把那個iPad塞進去 他放在膝蓋的背包裡面 然後就 喂喂喂 之後 他形神細聽 臉容 然後 take two 他一手就把那個iPad塞進去背包裡 喂 之後 他就很專心地在那裡聽著 臉就崩崩著 很想開口說話 但是又 沒有說出來 不知是因為對方不讓他說 因為他自己欲語還憂 他蹲下頭 那隻手沒有拿著手 take two 他蹲下頭 另外那隻手就掩著臉 過了一陣子 一陣子 他終於抬起頭 然後休息一休息 輕輕地跟對方說 阿娟 你不要走好不好阿娟 然後 停了一下 不過是一秒半秒的時間 突然間就說 對面的位先生說我好臭 阿娟被對方這句失驚無神的說話 搞到都不知所措 他看著他 那個年輕人又看著他 但是完全沒有惡意 周圍的乘客 也都很好奇地看著這兩個人 然後跟著那個年輕人又再蹲下頭 耳仔又緊緊地貼著他的手機 阿娟 阿娟 不是很了解 take two 阿娟 不是很知道發生什麼事 只是看著對方 過了一陣子 雖然他看不到他的樣子 但是阿娟肯定 他在哭著 而且還三番細緻地說 對面的位先生說我好臭 離開車廂的時候 阿娟有點難過 不知道是因為說了那句話 還說什麼 他回頭 看到那個青年 踢足 他看回頭 看到那個年輕人 仍然是這樣 維持那個姿勢 蹲下頭 抱著膝蓋 當他站在那個 take two 當他乘搭電梯 向地面 上去那個時候 他仍然想著 那個年輕人的說話 take two 當他在這個電梯 向上面 take three 當他站在那個電梯 慢慢向上走 那個時候 他仍然想著那個年輕人 說那句話 對面那個位先生 說我好臭 他好像突然之間明白到 那個年輕人 為什麼要說這句話 想他知道 無論如何 他都無法用說話 解釋到 他的想法 演唱會 他一定調整 解釋得到 什麼事 然後 開人 晚上 可以